这个学期围绕规范幼儿园半员行为 各地也是出台了一系列的新规 来了解一下 辽宁省教育厅日前印发 关于进一步规范幼儿园半员行为的通知 明确提出幼儿园不得以 十字算术拼音等知识要求评价幼儿 同时通知还强调 不得以未入本员托班或亲子班为由 拒收符合入园条件的适龄幼儿入园 幼儿园招生不得以任何名义 向家长收取与入园挂钩的赞助费等费用 新学年天津市对民办幼儿园收费行为 进一步做出规范 明确民办幼儿园除收取保育教育费 住宿费代办服务性收费外 不得再向幼儿家长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在收费标准方面 要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根据教育主管部门评定的等级 在政府规定的最高收费标准范围内 制定具体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 比如示范园保育教育费的最高收费标准 为1590元 这一标准自2019年秋季开学起执行 这一标准自然的最高收费标准备 这一标准自然的最高收费标准备